那接下來我們生物從有機養分演化成圓核細胞 演化成增核細胞 演化成增核的多細胞之後 下一個演化的重要事件就是從海洋 離開海洋進入到陸地 而這個變化跟生物就沒有這麼直接關係了 而是地表上的環境了 我們可以說地球生物史大概35億年前 甚至更多 有80%的時間是在海洋中演化 只有20%的時間離開海洋到陸地上 所以地球早期的大陸表面是很空泛的 什麼都沒有只剩延時 主要是因為6億年前大氣中的成分開始出現氧氣 氧氣開始轉換成臭氧 臭氧可以吸收紫外線 所以形成一個臭氧層來保護地球的大氣 紫外線不要過多 所以從6億年前開始 累積了1億年的時間 5億年前大氣中的臭氧才夠多 讓紫外線不要那麼多 生物才開始離開海洋登陸 最早登陸的是植物跟菌類 就是真菌 它們可以長得很快 然後讓動物有食物可以吃 一旦植物跟真菌上岸之後 陸生動物就開始演化出來 因為你上岸有食物吃對不對 就造成陸地景觀劇烈改變 早期大陸上是沒有生物的 後來因為臭氧層產生 陸地上才有生物開始繁衍 陸生生物才演化出來 以上就是海洋生物如何開始演變成在陸地上生活 好那我們把我們這節課所學到的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 做一下簡單的統整 早期我們叫做分子演化 就是有機演化 開始出現了分子大的有機物 這些大有機物慢慢出現了單 單核 單細胞的原核細胞 好我們也看到化石了 然後再演化出所謂的真核細胞 然後再演化出多細胞 然後才離開海洋到大陸上面 好那我們現在呢把我們所學過的重要的演化事件 用這個表格做一下統整 46億年前地球誕生 大概40億年前地球就在進行有機演化 開始出現有機物了 38億年前我們看到可能最少的生命形式就出現了 35億年前挖到的化石已經由藍綠藻 27億年前全球的海洋中都佈滿了藍綠菌 藍綠藻 黑形光了之後開始改變大氣 18億年前真核細胞才出現 你看整個年代還講 到目前都還是單細胞 然後出現增核 12億年前多細胞才演化出來 5億年前才登陸 所以整個浩瀚的生命演化史 很最近我們才登陸 然後4億年前整個土地上 哇很繁盛的植物增菌 然後跟我們動物們 其實關鍵在於 氧氣形成臭氧 臭氧阻隔止外線 是在6億年前到5億年前慢慢發生 花了1億年讓地球的臭氧層夠多 好 以上這是地球上面的生物演化的 簡單的一個減史 謝謝